好 在今天早上最新的连线画面就是看到达赖喇妈结束了四天的台湾行程 那么已经要搭机返回了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白倩宇来告诉我们 倩宇 好的 达赖喇妈在今天准备要离开台湾了 她预计是待会儿要搭乘7点55分的飞机呢 在幅度飞往的印度 那么在临行之前呢 还是有相当多的信众 以及在台湾的藏邦呢 特地来到机场搬送达赖喇妈 他们也很希望有一天呢 还是可以在台湾见到达赖喇妈 不过对于这一次来台湾五天的祈福之旅呢 刚刚记者也有问到达赖喇妈对于此行的台湾行 到底有没有什么心得跟结论 他是没有回答哦 但是有一位外国媒体的记者呢 问到达赖喇妈 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终究还是能够回到西藏 那么达赖喇妈他回答是说 其实他随时都准备好了 那么相信有很多的西藏同胞呢 也跟他一样 都希望有朝也还是可以回到故乡西藏 那么其实达赖喇妈在今天前脚刚离开呢 后脚其实他还有一位在台湾的友人 也就是前总统李登辉呢 也会抵达机场 那么是准备要飞往日本 这次五天的台湾行 原本预计李登辉前总统是要跟达赖喇妈见面的 但终究两人还是没能在这里碰上一面 然后两个人同时抵达机场的时间呢 也是一前以后可以说是刚好就擦身而过 那么这次达赖喇妈顺利的离台 在今天的机场除了欢送他的人之外 并没有听到任何的抗议神浪 那么以上是目前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再把镜头还给庭内 好